夜叉格斗你们都喜欢看 最新一期的又来了兄弟们 和以往不同的是 这一期视频开始 人家官方已经开始收费了 小百科也是给他们贡献出了真金白银 所以说你们才可以在我这里免费观看 那就凭这一点 值不值得大家点赞支持 还有什么今天的小红花 还有什么投币支持 你们都给我点上 感谢兄弟们 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双方选手 首先登场他叫马卡崔 韩国前职业选手 今年31岁 身高178 这家伙已经退役好几年了 现在又回来打夜叉格斗 夜叉格斗的流量是非常高的 今天的比赛场地 在一个废弃的物流园里 你看坐在这个上面 是之前的高英雄 到处都是废弃的集装箱 然后他地面是用这个小石子铺的 马卡崔的对手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李英勋 这家伙也是一个职业选手 在夜叉俱乐部训练 之前也是打了几场夜叉规则的比赛 大家应该还是记忆犹新 在这个泳池里面 如果说没有看过的兄弟 可以翻看前面的视频 好现在李英勋 脱了上衣走进场 李英勋今年23岁 身高176 体重83公斤 夜叉的战绩是 两次胜利 两次KO 他好像还打了一次停车场的比赛 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 可以往前翻 我之前都更新过了 好李英勋 迈着自信的步伐 走进赛场 远处的高楼 代表着繁华的都市 而这里 代表着帮派控制的 三不管地带 废话不多说 比赛直接开始 裸拳没有时间限制 打到KO为止 马卡崔主动爆摔 开始了蝉动 成功的爆单腿 现在把李英勋摔到地面 李英勋在前面的比赛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他其实还是有地面的 但是马卡崔 对自己的地面 非常的自信 上位的砸肘 这个策略压制 对于李英勋来说 是非常不利的 继续上位的砸肘 看看李英勋怎么样面对 李英勋的眼角 好像已经被砸破了 哇 这几个砸肘非常的重 马卡崔对于地底的地面 也是非常的自信 现在身处下位的李英勋非常的被动 马卡崔连续的稍微积辅这个打得啪啪作响啊 这个肚子 哇他竟然用了头锤啊 刚才 这对于下位的砸肘来说 伤害也是非常大的 继续头锤 我的天啊 这个太可怕了 这个牙齿都要磕掉了 但是身处下位的李英勋啊 非常的冷静 继续上位的砸肘 继续上位的砸肘 看样子是想做这个木村 马卡崔发现不对劲 想振脱 但是已经被控制住了 哇 李英勋现在把马卡崔翻过来 哇 这个木村非常的紧 非常的深 哇 这个手臂已经锁到副角度了 李英勋说你赶紧投降吧 你的手要断了 哇 马卡崔现在非常的痛苦 最终投降 认输 李英勋这是完成了利封翻盘 刚开始被打的是 一点没有还手之力 现在居然翻盘赢了 好 我们再看一遍 这个时候的马卡崔 已经是毫无还手之力 被控制得住 然后非常痛苦 你看 手臂被折成副角度了 没办法他只能认输 如果他不认输的话 这个手就断了 废了 好 最后恭喜李英勋力服翻盘 赢下了这场比赛 爱吃活 看格度这里是小北哥的频道 我是你们的小北哥 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精彩不见不散